老人家的這些歌謠文化 它其實都有背後的意義 這幾年下來 我越找越多首 我覺得就是好像來不及再去採集 那我們希望這些老人家的歌謠 能夠盡量的去提醒他們過往的一些記憶 把它唱出來 因為這些就是我們的歷史 每一個部落有每一個部落的文化 跟他們的組織系統 他們認為我祭典我唱這個歌 代表我們部落的一個象徵跟圖騰 所以每一個部落的祭典歌謠 都是不一樣的 我的記憶深刻的幾乎都是在教會 爸爸是從封兵跟進捕那邊遷徙過來的 那我們就是很道地的一萬一萬人 常聽到的就是歌謠 然後不同族群的歌謠 然後大家都會常常一起手牽著手 連歡這樣子 在這個成長的過程當中就發現 為什麼學校沒有我們的一些資質片語 或者介紹我們來自於哪裡 會有一些疑問我們到底是來自於哪裡 後來畢業以後回到部落 我發現我前面有很多的長者 他為我們部落留下了很多珍貴的文化 他們就是從他們的生命中而出發的 所唱的這些歌謠這麼多 我們在部落裡面要找的話 刻意找的話就可以找得到 只是我們願不願意去傾聽 所以我叫到這邊以後 我就覺得馬蘭這邊的他的特殊形式 有所謂的復音裡面的對位 然後又有即興的 所以他就自由對位 我慢慢的也領略了這種自由對位的 一個豐富性 那他們有時候會即興的 唱出今天的感受 有的人附和他會自己的 歌謠 你唱這樣我偏不跟你一樣 他就會自己又會唱另外一個版本 他會覺得我又要想辦法跟你合起來 是符合我們阿美族的一個聽覺的美感 歌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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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特別的是那個粗草歌 我們這些老人家 他只要一唱他就會蹲下來 跟他的生活 身體他會是一起的 會感應到我們所想的 那我們現在的孩子他不會了 他不知道這是粗草歌 但是我們至少讓他知道 我們老人家有留下這些歌謠 有創造出這些歌謠 試試看 預備 來 唱 愛呀我 付我一眼 愛呀我愛 唱了兩遍 對 就是這樣 對 沒有關係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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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遠一點 我遠一點 感覺又出來了 所以下次你們出來唱的時候 有些歌謠 他如果是沒有這個禁忌的話 那我們能夠傳唱 就盡量傳唱 然後至少知道 我們身為自己是阿美族 我知道我來自於馬南部落 部落都會叫我們一納 部落的孩子都是我們的孩子 我們不會說這是你家的孩子 他是我家的孩子 不會這樣的區分 我可以帶小孩子 我可以辦客服班 那老人家可以凝聚起來 我要充實我自己的內在文化 我跟部落能夠結合 所以最後我成立了 除英文化藝術團 在文化藝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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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會身心 我会成功 有些讀者 在文化藝術上 每次正在文化藝術上 也要求 我們大人 那天 在文化藝術上 哎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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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嗎 哎哟 這 aquellos NIES 哎哟 您好嗎 哎哟 阿安,阿安,阿安 阿安,阿安,阿安